游戏 老师姐 宋二 那边啊卖萝卜那 不好意思 对 我多买了一盗 他有这兽猪蹄 一会儿你这嫂子和秦大哥炖上 多少钱呐 来一人啥钱呐 邻里邻居殻author 拿着呢 多不好意思 哎呀 看你说的 拿我当外人了 没事 那个厂子停工了 听说陈金大哥 还天天上班呢 那 有啥内部消息没有 那部 那部没啥消息 不过呢 你说这么大个厂子 虽然眼下是挺惨的 将来一直还得复工 那是 我们家前进 好歹是车间副主任 虽然是副的吧 领导会安排的 是不是 老公 嗯 前进大哥又是当主任 我叔又是书记 这你们家一个书记一个主任 没事 那主任得算真科技吧 那是副处级 哎呀 那厂子那么多人 一家有俩处级的 那可不多 再主任又怎么了 女婿 不是儿子 哎呀 婶 这话可不能真说 那我家黑子 就听前进大哥的话 那别人 那都不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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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ht 是 浅井啊 是 厂长 我一猜你 在这儿车间 是 在办公室里没意思 不像在车间 弄弄这儿 掐掐这儿 裹得裹得那儿 心里头踏实 快看看 猪头肉 这 好 来 这二百块钱 这什么意思 勘敞的补助费 谢谢啊 来 挣两口 你不是再三强调吗 工作时间不让喝酒 那行 我给你放着 老宋啊 你跟我说句实话 咱们厂复工还有光 这不都在等消息的吗 但是如果给我估摸着 复工问题不大 真的 你得相信我 有你这句话 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喝两口 来 来 带什么菜了 你别这么瞅着我行不行啊 你瞅你的眼珠子 都要掉汤里了 那要啥办法 谁让你长这么好看呢 高国贾 你除了长一张会说的嘴 还能打别的属于吧 有啊 有什么呀 这么大吃啊 这么大吃 咱就不带点碰碗了 这有啥想吃 咱去沈阳 我请你吃海鲜 沈阳 老院都挺着气盛啊 轻点吃海鲜 海鲜就连老板 骑自己给你短菜呢 那那 这是老板 她媳妇 是我姐夫的妹妹 也算半个亲戚 这话啥 啥可叫半个亲戚 亲戚都是一个重点的嘛 可半个 真是新的丁 对啊 你看这帐子 这大脸盘子 你看就是幼妇的娃 哎 妹子头一回来吧 嗯 第一回 头一回来 这帐子得给你 啊 一碎哈 那必须的呀 嘿嘿 小条 来 哎 那你手擦啊 就是这个桩子做日菜 最后的胆 大个就折啊 老板 可是单子出了 就不能打折了 谁 谁让你出去打 胆子出了 咋打不了折了 你把胆子给我拿过去 海鲜 喂 一顿杀猪菜还大折 你请得起请不起呀 咋请不起了呢 你这话舍得很好 国强你还是大人物 个人也唱得好 还给你唱过的 你还都用偶像 这毛王 皮头发的 你还都耗得很 皮头发 爸爸一共是六十八 六十八 二十八 十九十八 我瞧你给衣服让他 一草四十 我看手啥六十 这找一下这多麻了呀 打啥折打着 吵啥找 来找 你还剩下国强摸钱 国强抢进车子 大人物 还说自己有本事呢 你看一瞧瞧的男朋友 我也有啊 在哪儿呢 今天 我一大早去给你挑的 你看你喜欢不 这还特意为我挑的 这又是清仓大处理的 咋清仓大处理呢 今天我一早去百合大楼 给你挑的 你不是说喜欢这颜色吗 我可不喜欢这颜色 行 娜娜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咱就把它给退了 挑给你喜欢的行不 这衣服既然能退 人也能退 高国强 我今天来这儿就要跟你说这个的 拜拜 咱们以后也甭联系了啊 别 娜娜 你听我跟你说啊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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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杯话了 哎呀我这天 我这勤劳勇敢善良的老婆还干着呢 回来啦 啊 怎么样啊 哎 宋长今天找我 怎么说的 说要复工有望 还给了二百块钱 真的假的呀 真的吗 那怎么才给两百呢 哎呀这现在不还没复工呢嘛 这不是流场补助 啊 两百块钱好干啥呀 现在啥啥都涨价 不是你咋又忙活上了啊 啊 你就不能歇歇歇啊 这不是老东照顾我嘛 又给了我一批活 不是又给一批 前两天刚交着又给一批 你这五星八星 你真的 你那眼神本来就不好 你别跟他瞎忙活 哎呀没事 我跟你讲 就现在这儿了 闭着眼上做个梦 我都能给他咔咔了 你别咔咔咔的 你这说得我这心里咯噔咯噔的 你说万一你这不留神 再把你这手指都穿 大骷髅小眼子呢 你说我心疼不心疼呢 还有那老杜 哪有他这么干的啊 你还以为你占乡样了 这是剥削你的啊 你真有意思 这家伙你这 不不不不给他干了 那我要不干的话 你干呢 你说你也拿不回工资来 我要再不干点儿 咱俩吃啥呀 喝鸡油啃鸡床是咋的 哎呀你别那么吓 那你想要儿子不 那还用说 我这不天天都在努力吗 那行 只要你一个月 能拿两千块钱回来 我就啥都可以不干 天天躺床上给你生儿子 你这说得我这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难过呀 你说咱那儿子 好像是花钱买的 那不是咱爱情的结晶吗 结啥结晶 你起来 哎呀这是什么举措啊 善举呗 大老爷们儿出门在外啊 不能没颗钱呢 这太感染力了 我天 这我每天不出去 得药养味的 老伙是支持 天天这钱我回 拿我这多大药养 你干啥来了 你进门也不知要敲个门 这万一我和你嫂子 我们要有一些爱情的举动 你这让你逮了个正着 哎 哥 人齐了 齐了 干啥呀 这不复工了吗 我给他们做做动来 是要复工了是得动来弄 那鞋带没记呢 都 都到了是吧 哥 我问你是不是都到了 到了 到了 那行了 你等我进一会儿去 哥 嗯 你现在家里的地位 干啥都不用手 你这废话 你在家里没有这两下 你统治一个家挺难 你嫂子废手 我就不用废了 是不是 都是这样 快走吧 前头带路 嗯 好 咱俩回来啊 把酒给你烫上啊 走 他缺德老爷们儿往哪儿踩呀 他回来有什么女儿 哎呀 啥你看你哥这晃得晃得晃得头头晕得 你别卖乖子行不行 这下晃得给我晃得快吐了你 哥 你有啥你就说呗 你看看你的嗓啊 一点都沉不出气 你看人家彪得风 目视斜下方两眼呆滞 但是人心中有数 他不会说说也精神 你行了 我还不了解啊 我不如你了解彪得风啊 告诉你们吧 宋厂长跟我说呀 咱们复工还是有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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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的 真的假的 这我还能骗你们呢 这个时候 你才看出彪头头的笑模样 行了 回家吧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睡觉 他说我没文化 没家教 没有共同语言 我跟你说 那全是哲 是小李啊 那呢 那那是谁啊 就别管他是谁了 他那眼睛里啊 只有钱 你说我花了八百多 给他买一杨龙山 他嫌少 人家花一千二 给他买一寻呼吸 就跟人家跑了 真是瞎了狗眼了我 行行行行 你别喝了 你说 那八百多块钱 谁给你的 我姐啊 来吧 打水瓶了 打水瓶了 老大妈 高她 钱庭哥去哪儿了 她跟你嫂子上服装店 送货去了 啥事啊 我说家里怎么没人的 厂里找她回去开会呢 那服装店在哪儿呢 厂里找她开会呢 着急 商业 提事 小包 回来 厂里开会啥事啊 不知道啊 反正就说特着急 那 那通知谁了 通知的都是什么 车前主任 支部书记 反正全是领导 我不跟你说了 小包 你呢 先去通知别人 我去找他 这样两个不掌握 来 脑脑脑手 快快快快 那那那行 那您快点别耽误事 那行 老范 那你开好摊 好 我马上回去啊 哎呀我天 谁想 这些都是你这月改的啊 对啊 我天哪 这家里多少条 注入我老婆多少心血 啊 这家简称熬油的天天 哎呀我这辈子 能找着这样的老婆 这家死而无憾了 行了你 耍腿屁的又能的 我其他方面能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就好 什么能的啊 大碗的 卡卡 行了你小身板儿吧 气息方面的事 你可不能再造音了 知道吗 那不是平时练练练练 老金儿耳朵好好练练呢 老杜呢 老杜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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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前进 你咋比老杜来的还快呢 常理 常理 常理让你回去开会呢 真的 复工了 肯定是复工了 我听常办小王说呀 今天那个参加会的 有书记 有车间主任 常理 真是要提罢你了 是吗 真的假的呀 那还能有假的呀 赶快回去准备准备呀 要是这样的话 这样 我让你说我是不是应该 阿丽华 我得回去换衣服呀 不是 是提罢你还是提罢我呀 天 回头啊 这 这回头咋成这样了呢 不好啊 这不是好不好啊 你干啥呀 你不开会去吗 是我是开会去 我说你干啥呀 我 陪同出席的有吗 有啥呀 车间第一夫人高丽华嘛 哎呀我天哪 你就一大嘴巴三十我得了 怎么你 你把我删死了吧 我怎么你 那我又杀你 不是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这车间第一夫人呢 谁让我当车间主任呢 你即便是我当了车间主任 是不是也得我走马上任之后啊 啊 你这家伙你就披上节日盛装了 为谁喝彩呢 为你嘛 你是为我那早了点不 早了 那可不 不好怎么的是不 那 那我穿都穿了那 那行了 看着你这个 迫切的心情 就在家兴高采烈一下 那也行 迪迪快出来 来了 行 行了 走 哎呦 在家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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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说话呀 什么时候上路啊 上什么路上 那叫一路走好 去 长得像你挺会说话似的 那叫一路走好啊 那叫启程 哎呦 对对对 也是啊 哎呦 陈迅呢 往后再当领导了啊 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听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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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个领导要找你台话呢 多预备好听点 多说来歌年坑 啊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去你的 去你的 来来来去你的 去你的 来来来来 快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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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就是这样 啊 大家回去呢 来回到各个车间 做做思想工作啊 啊 看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啊 啊 来前进 哎呦 你来吧 前进不用我介绍 大家都认识啊 啊 他们车间主任住院了 书记呢 一直空缺着 前进就作为四车间代表了 哎那好 那我就代表四车间向大家表个态 也向厂长表个态 哎呀大家都知道 我从进厂当学徒 就在四车间 这一晃二十年了 我对这个厂确实有感情 现在厂的这个样啊 我心里也难过 我做梦都想把活干好 停产几个月了 我这心里跟猫抓的似的 不过没关系 现在这不好了吗 是不是 我一定带领兄弟们 把厂子的效益 车间的效益搞上去 没事 这一句话 倩倩 你让我说话 咱们工人阶级有的是力量 我一定领着兄弟们把活干好 完了 看我干什么 我说错什么 啊 长长 那个 倩倩 你这是晚来一会儿 你不太了解情况 咱们刚接到上级的通知 通知咱们厂 全员下岗 你不太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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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了解 你不太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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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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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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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